但若是单点汤底或食材 酱料就得额外收 酱料台上充满各式火锅调料 台湾人爱吃锅 沾酱绝对不能少 实际问问民众最爱吃的是 沙茶酱 蒜泥 还有辣椒 这些都比较基本 沙茶酱 酱油吧 沙茶酱熔登火锅沾酱最爱 不过现在就连民众最爱的沾酱 都被致癌色素苏丹红入侵 有台湾料理界中央厨房称号的 金福华的福宝牌沙茶酱 也有被检出含有苏丹红 不少餐饮业者都使用 他们家的沙茶酱 为了确保食安无余 逐间火锅店发声明 以清点所有品项中 可能受影响的食材 若接获卫生单位供应商 相关食品风险资讯 则会配合政府先行下架封存 并更换供应商 那可能就只会沾酱油了吧 对啊 这样谁敢吃啊 最近沙茶酱问题不到 我就不会去吃 尽量不要沾酱啊 就是吃原味 苏丹红山风波连环抱 连沙茶酱都被波及 但除了沙茶酱 一般火锅店内 还有其他调料 业者建议可以这样吃 因为大家都习惯 吃火锅就要沾酱 所以我们会有自己 特制的一些酱油 紧张的话 我们就吃天然的啊 就用葱姜蒜啊 一样加酱油 就可以吃了 也是非常好吃的 民众能安心吃的东西 越来越有限 除了卫生单位加强把关 民众自己吃东西 也要多多注意 尽量用天然的农产品 像是青葱 蒜头 生辣椒来调味 一样可以吃到美味 女士新闻 李万曾陈洛 台北报导 翻过去了 好 好 拜拜 谢谢大家